那花园呢老是很纠结 说老花一 我买的这个花用什么肥 有什么专用的肥料吗 其实并没有 植物呢 它无非是主要的一些个生长元素 就是蛋里甲和人吃饭 一个道理 主要是面食类的 蔬菜水果类的 跟肉鱼蛋虾类的 蛋肥呢 是供给它的叶片的 淋肥是供给它开花 甲肥还有供给结果呢 我在花园说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像你打个比方说 你要牙齐出血 缺乏卫生素的 都是以吃水果蔬菜为主 对吧 你比方说你饿了 还是以吃馒头为主 你比方说你瘦了 还是吃肉为主 这个没有什么 因为所以啊 这都是自然道理 大家一定要get 你不可能 说是比方说 大姑来了 大舅来了 加上大姨来了 来了一屋子亲戚 你不能一人做一桌饭吗 没有所谓的专用肥 你主要看 开花时期比较多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补一些 零串人去拿 像一般正常的 这种植物生长的时候呢 你就选那种 通用型的肥料 就完全OK了 好吧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纠结 一般家里面呢 就常备一种通用的 再加一个磷甲肥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也就一般来说 选个通用肥料 什么就够了 别的也没啥花里胡说 跟人吃饭一样 还能说真的 哎呀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花黑叶子了 我用点什么肥料 然后因为我这个花这个 然后用点什么肥料 这个肥料不是万能的 它像人吃饭是一个道理啊 人是铁饭是钢嘛 一吨不吃喝的花嘛 植物是一个月三到四吨饭 再加上植物本身呢 它会光合专用 还有土里面有一些个营养 所以说没你们想象的 那么缺肥 好了 今晚花我们简单盖的 别的没事 如果说想要肥料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 下方购物车 拍这个贝马第四 拖餐就行了 29块9那个 就是蛋领甲都有了 就齐活了 别纠结了 所谓的什么什么赚用肥 就是为了多卖你两块钱 我是老花一 两块最让你绝不出去 点个这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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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